大家好,我是于静,欢迎来到娱乐生香 今天是喇叭,过了今天,我们就会离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你看我已经挂起了爆竹 再过两天我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开始贴窗花了 在我小的时候过喇叭,我记得我妈给我做的都是咸口的喇叭粥 都是豆磊跟蔬菜在一起炖的喇叭粥 今天我要给我们家小朋友做的是甜口的喇叭粥 我就开始准备吧 看看,我们家的粮食储备还是不错的吧 我都没出门购物,就在储藏室找到了这么多的食材 按说是八宝粥,可是我随便脸吧脸吧,就都11宝了 我首先得用电高压锅来煮那些不容易煮烂的豆类 比如说绿豆,红豆,大麦芸,莲子,花生啊 大概要用50分钟煮烂 其实我这个电高压锅还有提筋挡呢 我觉得它超级好用 然后呢我用小美来熬制黑白糯米 把红枣百合桂圆南瓜籽也放进去洗干净 大概半个小时就熬好了 在高压锅里我放了足够的水分 所以等豆类都熟了 我就可以舀出来足够的四个人的量 再从小美里边舀出来几大勺浓稠的糯米混合在一起 放到砂锅里稍微炖一下就好了 不过我暂时没有加糖 可以让他们在吃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口味加蜂蜜 因为搭配着八宝粥 我还做了煎锅天和蔬菜沙拉 我用了600克的面粉 用小美机器和好了面 再用小美和好了火鸡肉馅 再切点大白菜进去 一共煎了三大锅的锅天够吃了 大冬天的我怕发胖 所以我煲馅用的肉都是火鸡肉低脂 不用担心发胖 好了我这粥就包好了 一会儿就等着看他们喝的八宝粥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都在想 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对食物的记忆和食物的接受的程度 99.9%都取决于家庭除了 大部分是来自于妈妈 那就是你给他做什么 从小给他吃什么 他就习惯于什么 我们家呢是比较特殊 他们在国外长大 我又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家的食物 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中西混搭 我觉得他们将来长大 甚至是现在 他们要踏出国门 不会像我一样 刚出来的时候带着咸菜 带着榨菜 带着方便面 深怕自己不习惯国外的那种 生疏的味觉的那种感受 他们不会 他们吃什么都行 他们中西通沙 所以我觉得 我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一半就是我做中餐 是满足于我自己的肠胃 同时也熏陶熏陶 他们的舌尖上的感受 另一个方面来讲呢 也扩宽了他们的 对味道的感觉 也接受一种新的味道的能力 你说看见熊孩子们 吃得这么香 我这当妈的心理肯定是一百个小得意呀 下一次再糊弄他们可能都会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们也一直喊 哟 这可比AMW好吃多了 哼 领降了你们中国妈的手艺了吧 所以我觉得一个小小的厨房 你要是把它往高里想 其实你的味觉打开了 从另一个角度方面来讲 也是打开了它一种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你敢于去尝试 就是来一个新新事物 不是拒绝回避躲避逃避 甚至重来看都不看一眼 它至少 这什么东西 我尝尝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视频 我们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